失眠的原因我们这边了解之后才知道 你不太可能用一颗药解决问题 我们不如来了解之后我们来调好 志宏师兄他是中药房第二代 对不对 就是从小就是混在中药堆里面的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你踏上中医的这条路吗 是的 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气喘 那个时候都吃西药没有用 我刚好父亲是中药房 第一个就是教我土纳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练了小学 第二个父亲用中药帮我调体质 所以我就渐渐的就自愈了 所以靠着练习土纳 很小就开始练气功了 然后再加上吃中药调理 所以这是你从小对中药的一个印象 它治好了你身体气喘的问题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下课都还会被狗追 都不追其他人 大家都背书包或什么追我 原来你一个人气场弱的时候 连狗都会欺负你 我就回去跟爸爸讲说 我都被狗狗追 我爸说那没关系 我给你一个钥匙签 放在书包后面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回家的时候呢 我看到那只狗远远看到我之后 它觉得我是好欺负的 看到就要追过来了 跑到我身边的时候呢 就突然顶住了 它本来尾巴是翘的 尾巴就掉下去了 然后开始就往后跑了 回去问父亲 他才说 哦那个是虎骨的钥匙圈 其实动物都有DNA 天敌都知道 所以他一闻到那个味道 他就不敢靠近了 原来这个DNA这种气场 这种能量会留存在所有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来谈谈主题 主题就是失眠 那请我们的志宏苏雍 来跟我们讲讲看 为什么失眠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失眠呢 失眠的原因 我们这边了解之后才知道 你不太可能用一颗要解决问题 我们不如来了解之后 我们来调好 失眠有分两个 就是内阴跟外阴 外阴 脾 脾胃不和 脾胃脾胃就是我们饮食 吃得太好 太油腻 吃刺激性的食物 都会造成脾胃不和 那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第二个 你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他是因为吃 吃太好了 吃太过剩了 所以他睡不好 睡不好 有些是脾胃不和的原因 还有刺激性的食物 是 肾的部分呢 其实他是跟心有关系 肾就是属水跟心属火 水火要寄寄 心就很大理解 我们平常 思虑很多 工作思虑想的事情很多 那思虑过多的时候呢 不容易放松 虽然我们知道放松不容易放松 那这个是需要心法跟工法的 再来是肝 肝的影响呢 因为肝是负责血液的循环 那在中医来讲 其实我们的情绪波动都会影响到肝 对血液的循环 所以当我们有情绪波动的时候 也会造成失眠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可以了解说 一个人会失眠呢 有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 所以它就牵涉到你的心肝脾肾 那我们失眠会有些什么样的生理现象呢 我们归类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心火旺 心火旺呢 其实你的症状呢 就是心烦意乱 口肝舌燥 再来很简单的就是你舌头伸出来之后 舌尖非常的红 那就是心火旺了 症状呢就是你睡觉都不太能够安眠 一点点声音你就会醒 这属于潜眠 第二个呢就是肝愈化火 我们刚才讲到肝筋 中医讲肝筋就是让我们全身气血的循环 所以说如果情绪有影响了一生气 或者是郁闷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什么现象呢 急躁易怒 你就一点点事情就很容易生气 你要注意了肝气不通了 第二个呢你就会难睡 那第三个就是多梦 多梦怎么看就是你睡醒了 你会记得你的梦很清楚 那我们看第三种 还有第三种 这是综合症 心跟脾两边都虚 刚刚讲心我们了解了 思虑 那如果脾虚呢就是我们说消化吸收弱的话 他的嘴唇就会偏白 那皮肤呢就会软软种种的 那最简单的感觉就是你全身四肢倦怠 很重的感觉 其实就有湿气了 那刚刚讲到我们饮食 现在人饮食喜欢夏天喜欢吃冰啊 吃冰的话其实造成身体的湿气排不出来 那身体湿重的感觉加上心 循环能量不够 你怎么面对他这个睡眠问题 对 完全无法可想 然后还好的是呢 我没有去吃安眠药 因为我知道说这个 因为我从小吃西药长大 我知道吃药很多的副作用 吃了这个药又有那个药 副作用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睡觉已经是到了惊弓之鸟 根本的不敢睡觉 不敢睡觉又很累 所以失眠问题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问题 后来真的是很感谢 认识了李凤山师父开始学平甩之后 就真的改善了我的失眠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从中医的理论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身体这个失眠的现象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呢 是 其实中医的第一本医书 《黄帝内经》就告诉我们 《法天应人》 《赤食节气生活》 刚刚这么多的症状 在西医来讲 有好多药 平甩工为什么可以从阴阳平衡 动静平衡 就可以恢复我们原本的状态 我们先有一个概念 气跟血带动全身的循环 这个锅子是我们身体 下面的水就是属于血 阴就是属于血 阳就是气 所以这个锅子如果是我们的身体 那这个水就是 血液或组织液 都是有形的 有形的 掌握得到 然后下面这个火是 火就是我们的能量 就是羊 那能量就是要靠我们的运动 如果我们运动量不足 然后吃很多水很多 运动量不足 那会煮的开吗 蒸气会出来吗 气就是能量 就没气了 就没气了 那如果这样我吃少一点 不就煮开了吗 吃少一点可以煮开 但是能量还是不够 这个所以营养也是不能太少 所以营养要营养怎么样 也得相对的要做运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营养平衡 就是气跟血要达到平衡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大家都一直在补 像有的人吃人生吃到还流鼻血 那我们的人身体就是一个气血的平衡 那我们讲到人跟这个大自然的关系 又是怎么样呢 是 因为老祖宗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养生一定要跟着天地运行 为什么呢 因为阴跟阳就是有一个冷跟热跟阳光跟水 在四季里面春夏秋冬 那我们要顺着季节的特性来做养生 所以我懂了 就是说我们就人体来讲 我们个人本身要去做到阴阳平衡 就是气血一定要让它平衡 那我们跟这个自然 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 我们就活在大自然里头 我们要去注意这四季它也有阴阳 它有冷热 它有阳光 有水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顺着四季的阴阳 来跟我们的阴阳做调和 顺着四季来养生 对啊 我们就来讲一下 夏天 现在还蛮热的 可是已经是历秋了 大家还当夏天在过 天气热的时候 大家想要凉快就吃冰 吃冰饮 那冰饮其实呢 我们知道寒则宁 所以我们只要把水放到冰库里面 它就会凝固 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冰水喝下去之后 我们的脾胃的运作代谢就会变慢 那我们夏天是不是要常常发汗才健康呢 可是呢 你一吃冰的东西之后 它就不容易发汗了 那容易中暑 所以吃冰还反而容易中暑呢 现在我们是初秋 初秋的差异呢 就是白天跟晚上冷热差很多 是 有没有发现现在到晚上没那么热了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所以晚上就着凉了 对很多人还开冷气睡觉 那不是更凉了吗 对身体的湿气就排不掉 还有排毒 我们的皮肤就是排毒很好的管道 所以我们这个真的要懂得 顺应这个四季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我们看白天 白天就是动 那可是动不是我们说的劳动 劳动会增加我们的疲劳 脊肉紧绷 白天的动如果是有氧的运动 是放松的瑜伽 太极拳 平甩弓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好的动 所以我们记得 不要说劳动完了之后 就说我运动过了 不一样 劳动不是运动 那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自然能够入睡 那如果我们平常白天工作压力大 不容易入睡怎么办呢 不妨睡前做个静坐 做个静坐 让身体也来一个动静平衡 从中医的阴阳平衡 我们来看看 从西医的角度 它是用一个神经系统来解译 它就是一个自律神经系统 是的 这个是 太极 你看到太极在动 你会发现白天晚上一黑一白 其实它随时都在做动态平衡 动跟静 所以我们交感 腹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肌肉 能够紧绷 然后能让我冲劲 能够把事情完成 如果我们要放松 要休息的时候 还有要吃东西的时候 它就要告诉自己要放松了 所以说 腹交感神经就会起来了 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入眠 所以我们身体有两个主要的神经系统 一个就是交感神经 一个负交感神经 一个让我们动 一个让我们静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非常好 就像我们开车 油门刹车是随时的条理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大 工作多 所以到下班的时候都没办法放松 所以我们要了解 交感神经就像油门 副交感神经就像刹车 所以不能蒙踩油门不踩刹车 是吗 两个要交替的来运用 是 这个敲敲板啊 其实就是讲说我们交感 副交感 随时因应我的动静的需要 随时动态平衡的 可是却大家都是这个现象 偏了一边 因为交感神经过于旺盛 副交感神经起不来 这也是造成现代人容易失眠的原因 所以等于说我们没有机会 让副交感神经来带动我们来放松 我们把所有的压力工作的焦虑 通通都运用到淋漓尽致啊 那就为什么才会有所谓 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我们有内因跟外因的失眠原因嘛 那第一个要提醒我们自己的 我们就要分享李凤山师傅的心法 随时提起随时放下 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呢 就是要提醒自己 不要把工作公事带回家 不要把情绪带给家人 那心里面呢就默想着 随时提起随时放下 但是哦 知道容易做到很难 做到很难 我们知道要收放自如 可是大家都做不到 我们从这章来看 白天我们要动 可是我们是不是 不是有氧的动 而是好氧的动呢 那晚上我们要入睡 我们是不是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好好睡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 安眠是要做一个动静的平衡 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安眠哦 好 那所以讲到这个平甩弓 怎么样去对应我们这个失眠的问题 我们身体刚刚讲到了心肝皮肾的内脏的循环 那其实只要是经络不通 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平甩弓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经络平衡 循环排除补充 那其实自然就达到我们自愈的效果咯 其实练平甩可以帮助我们放松 于是呢我们就能够睡一个好觉 但是有些朋友却说 哎我真的是按照这个指示 我睡前去练平甩 可是我怎么练完精神特别好啊 我要怎么办啊 有的时候练可以很快睡着 有的时候练却精神更好 哎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啊如果当精神更好的时候 其实就是身体气血循环正在帮我们排除一些 排毒的症状 就是你的能量正在帮你处理一些问题咯 所以如果了解的是这个状况的话 就不要立刻入睡咯 那你坐在床边的时候呢 你引导自己放松放心放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气血循环他还在走 但是他慢慢的呢 就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放松的状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他知道他有放松 但是他的潜意识跟他的脑波 他就是没办法放松 我知道我做不到 那我们有第二个方法 那我们有第二个方法 这也是有效的哦 我这边帮助过两个人 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是知道 他就是没办法放松 那这个时候呢 我旁边放着师傅的静坐导影 然后还没播完呢 他20分钟还没播完呢 他已经打呼了 哎这个我可以见证 因为我当年真的睡眠 是我很严重的一个障碍 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尝试想要放松 放心放下 发现我怎么放都放不下 我就是靠这个 真的 对我每一天我一定要听 真的 然后我刚开始听了 我听完也不会立刻睡着 但是听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的 师傅的声音有一种能量 稳定的力量 稳定的力量 然后你就很专心去听师傅在讲什么 慢慢听着听着 后来我真的没听完我就睡着了 这边有一个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每天晚上2点到5点都会醒来 已经好多年了 他甩手已经甩了一年了 可是他还是2点到5点都会醒来 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以中医来讲的话 一整天里面12个时辰 他都对应到我们的脏腹 我以前三四点的时候 我都会醒 我气喘病的时候 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等到我学中医 我发现我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3点到5点这段时间 是走肺筋 肺部 所以全身血液循环 会集中在肺部做修补 循环不良的时候 你就会醒 所以我在想 我那时候肺气不足 所以我们练平甩弓 它可以帮助我们 排掉我们身体的症状 但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你可能累积了很多年 这个可能是他的契机 到了肺筋的部分 师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治愈的机制就是 我们不用记得中医的这些寻经 你只要记得我有在练 那为什么那个症状 还是会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自省 我们是不是练功练的不够 放松放心放下 这个是不是有落实 反思我们刚刚所谈到师傅的心法 如果这边还没有一些地方 可以再落实的话 我们再精进一点 相信有助于 把我们的治愈率恢复 晚上夜起的情况 就会减少 也许就是 就像刚刚志弘师傅讲的 他那个时间点 为什么会醒来 因为气正在运行 那个地方 他过不去 所以我们不妨 既然他过不去 那我们就起来练吧 你起来练 那不就帮他过去了 是不是 太棒了 我们虽然不知道生理的问题 可是我们仍有一个反应 你哪里痛 一压到痛的地方 你是不是一直去揉他 对对对对 这是下意识 那一定有效 对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间点 既然睡不着 睡不着就起来练 就起来练吧 也许你一天两天 你就发现 现象开始有改变了 那躁郁跟忧郁 这刚好是一个相对应的部分 确实也不适合 只是光单单的只用药 因为他会让你依赖 会让你依赖 那也没有启动自愈 因为我们讲 这个跟脑 跟心有关系 所以我会建议您 可以在网路的书局 购买李凤山师傅的 《养心日月坛》 这个就跟心有关了 因为《养心日月坛》 这本书是师傅告诉我们的 养心的很重要心法 一篇一篇的文章 那有些人 他是因为已经有症状了 他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怎么办 那这本书有QR Code 你用扫的师傅有亲自 用讲的有声书 我们就听进去之后 就可以帮助我们 在心境上的调整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 是 师傅把这个文章 再重新的解译给我们听 很多朋友 他不仅仅是睡前在听 他开车的时候也在听 他说以前开车都很烦躁 因为交通拥挤 就是很急躁 但是自从呢 开始听这个《养心日月坛》之后 他发现他开车都非常的心平气和 所以有时候这个听 听觉也可以引导我们 让我们身心能够更放松 长辈明明没有上班 也没有生活压力 但就是睡不着 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就比较难入睡 是这样子吗 那可以观察两点 第一个是心理的 第二个是生理的 有些长辈虽然他没有生活压力 但是他每天都会超烦子孙 他每天都在担心儿女 单身孙子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晚上看政论节目 看了就是心情就不好 那生就是说他年纪比较长了 那有可能是生理上造成 那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锻炼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说 年纪大了慢慢他会睡的少 这个原因是什么 年纪大的人需要早点睡 那他也会早醒 所以你会发现年长的人 他比较容易晚上睡的很少 他白天需要睡 所以他白天需要午睡 跟白天有时候他可能 看着电视看着看着也会睡 是是是 躺上床睡不着 看电视就睡着 那这其实这是一个老化的征兆 也可以透过平甩工跟静坐 帮助我们奇迹循环改善 所以我们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现象 就是怎么样 赶快现在就要开始练平甩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志宏师兄 谢谢师兄 来为我们探讨平甩跟失眠之间的关系 那么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志宏师兄 来跟我们了解一下 平甩如何启动我们的自愈系统 强化我们的自愈力 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继续的来收看我们的频道 还有也欢迎您呢告诉您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订阅这个频道 订阅之后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呢你以后才能够收到我们的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集直播节目了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志宏师兄 我们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期待下一回两个礼拜之后再跟您见面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